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又好吃的獨特滋味 看網路啊 網路來的 他們家的鴨血吃起來很嫩 豆腐會噴汁 然後它的這個湯頭就是比較清淡 不會那麼重口味 就是連我這個不吃辣的人 都可以接受這樣 就是我自己其實也是從顧客 吃久習慣了之後 喜歡吃這個才來做這個 顧客都會回頭啊 就說你們豆腐很好吃啊 你們鴨血很嫩啊 湯也還都喝得完啊 就是可以順口的入口 湯頭無中藥 無牛油 無味素 甘醇不燥 品牌創辦人 紅橙線 嚴選新鮮 美味的食材 怎麼吃 怎麼搭 都對味 淋上奶油球 濃郁香成的口感更是一絕 我們的東西就是要非常的天然 就是用濕材就要去熬 然後讓香氣去除染 我們不要靠一些架工的東西 去讓我們的湯頭變好 我們特別就是無中藥 重點是它容易燥熱 所以其實在台灣這樣的一個環境 我會覺得說如果你一年世紀 都要賣這東西的 又要賺賣店的話 有中藥其實不一定是很好經營的 因為我本身不吃牛 所以它有標榜無牛油的話 我會願意來嘗試 再加上有些 不過吃過太鹹的嘛 所以他說他也沒有味精 所以我就覺得這是好的東西 就來吃看看 那吃久了也不會對身體有什麼負擔 台灣的現在景氣 我覺得也沒有到非常的好 那主要的用意就是 因為我是黑工人 我是南部小孩 所以會覺得想要帶給大家 就是熟個段話這樣 當然我們東西也不會因為說 我們賣便宜都是用差的 這就是抓鄉堡堆啦 事實上 過去紅城縣也加盟過飲料店 雞排店 燒烤店 創業的故中滋味和加盟主的心情 他是心有其情焉 歷經多次失敗 他想起警察退休的爸爸 現在經營的滷味攤 有著一鍋深受好評的麻辣鍋底 心想或許可以單純一點 專賣麻辣鴨血豆腐 便開啟了品牌創立之路 爸爸擔心的是說 那如果我在外面真的是不好的話 那起碼他有一個東西可以讓我去 去可能這一間店可以讓我去 顧下半輩子這樣 我覺得家人給我們 小孩子真的是 很會替我們想後路啦 對 那當然我也不能讓他失望 我跟爸爸說 如果要顧這間店顧一輩子的話 那我不要 我要把你的好味道發揚廣大 讓全世界的人都吃到 我們家的主價好味道 因為家蒙他已經很多事情都幫你處理好了 比起你自己去研發你的湯頭來說 更簡單 而且他們湯頭是好喝的 那你備的要越多越雜 越複雜你就是時間會拉更長 所以這個是相對來說是簡單的 比較好上手 創立品牌的時間 剛好是餐飲業者最艱困 疫情來襲的時候 但紅塵線的業績卻逆勢成長 創業三年多 拓增近三十家的加盟店 他用最簡約的成本 最實在的行銷方式 將品牌遍地開花 幫助這些認同理念的加盟主 創造營收 其實每一間店加盟 都很像我的小孩一樣 包含了其實他們每一間店的營運狀況 每天也都會需要回報給我 我覺得這是一種責任就是說 我不是加盟出去就放生他們了 我每一間都會照顧 因為我覺得每一間都是我的責任 想一些活動啦開幕活動 因為如果全部都自己來的話 你又要想開店的事情 又要想活動的事情 其實是分身乏數 但這個主打的是 以人數少的情況下來開一間店 還是需要一點總店的幫忙 他可以幫我做好這一塊 然後我把自己店裡的品質顧好 這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啦做生意不要怕人家吃 你要先有誠意才會有生意 對因為我們還不是很紅很紅 紅到大家都知道的店 那如何讓人家知道我們 就是吃到我們家的好味道 就是希望說可以用最少的人力 創造最大的效益 創造一個人就能創業的機會 我想跟爸爸說 爸爸 過去我不愛讀書 然後我沒有用 未來我會更努力 然後成為讓你驕傲